道路狭窄和川灘籍 西亞極限的西昏多村 村民外出大多要靠木筏過河 這裡住了70戶原住民 無能維生 交通不方便 慈激的付出 讓政府更加關注小村莊的困境 吊橋長65公尺 沉重30公噸 機車也可以上橋 省長軍警與慈激志工參加動土典禮 村民引頸期盼啟用的那一天 大愛新聞美咖艾尼克印尼報道 也很確實 是